- 冲出四线城市,红遍美国市场,这个假发品牌做到了,河南许昌是一个普通的小城市,但是在这个小城市中,却走出了一个,足以令我们国人骄傲的假发品牌Unis,这个品牌是如何白手起家,冲出小城,走向世界的呢?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,Unis品牌和他走向世界的故事,本土制造,发奋图强Unis的创始人,CEO华云龙,是土生土长的许昌仁,他从十几岁开始,就在当地的一家假发工厂打工,当时,这里的工厂,还都是传统的加工模式,并没有自己的品牌,2011年,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,主要通过第三方平台,做B2B的假发批发,但是B2B外贸的过程中, 发现国外个人用户的购买需求越来越多,因此逐渐转为B2C的业务,转移到B2C后,华云龙非常希望把客户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,于是在2015年,建立自己的官网,在产品上,也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定位,产品采用100%蒸发, 并且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,提供假发帘,揭发,多种发型等,面向高端市场,UNIS丰富多样的假发产品,对市场开拓的雄心和远见,将企业业务不断增长,但是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和挑战,挑战身处四线城市,离海外市场似乎非常遥远,终端市场看起来更出不可及, 从事2C业务,需要更深入了解客户需求,和客户建立长久关系和互动,并增加年性,目标和终端消费者,建立良好互动,提高年性,建立并打造品牌效应,谷歌营销,百发百中,要想和用户建立深入联系并传递品牌,对于假发产品来说,视频平台的直观展现和互动是最适合的,YouTube作为全球最为流行的视频网站,上面的观众活跃度, 互动性也非常强,所以UNIS选择在YouTube上,进行自己的品牌宣传,建立免费的YouTube频道,首先,UNIS在YouTube上,建立了自己的品牌频道,上传产品视频,这是完全免费的,有了自己的专属频道后,也就有了专属的品牌,市场宣传的品牌,YouTube上,UNIS的专属品牌频道,为了初步建立和粉丝的关系,让粉丝了解,UNIS这个品牌的特点,UNIS策划了, 一个品牌活动,鼓励粉丝要美丽,自信,分享你和UNIS的美丽故事,你是独一无二的,对自己的美,要自信,分享你和UNIS的美丽故事活动,在YouTube上受到大众的欢迎, 这段视频因为说到了受众的心理,所以非常受欢迎,获得了29.7万次播放,成为UNIS在YouTube上,排名第二的热门视频,用YouTube Creator,撬动市场,YouTube Creator,在视频中展示,UNIS的假发,在对UNIS品牌,高度认可的情况下, YouTube上的YouTube Creator,YouTube上的自媒体发布者,成为了UNIS的带货达人,他们从UNIS的展示产品,使用示范,保养方法等,一系列的视频,全方位诠释了,UNIS这个品牌, YouTube Creator,展示如何用UNIS假发做染发和烫发,和日常造型,这些YouTube Creator视频,给更多粉丝,种上了UNIS的草,激发了他们的购买意,帮助UNIS开启了,直接与自己目标客户,沟通的通道,用Houter视频,满足消费者痛点,想加深粉丝,和频道的链接,就需要了解,粉丝的需求,UNIS通过,与一部分消费者沟通,和市场调查,发现目标市场, 主要有两大主要诉求,他们就通过,制作相对应的视频,吸引了粉丝的,持续关注,痛点一,去发廊做头发,太贵了,自己戴假发,又太难,怎么办,解决办法,发布Houter视频,教用户在家,也能轻轻松松自己,用UNIS产品做造型,不仅如此,也鼓励买家,上传自己的视频,分享自己使用体验,痛点二,用户渴望获得,流行的,发型指导解决, 用各种产品视频,告诉你,什么发型现在最硬,通过前两步,UNIS和现有客户,建立了很好的链接,让客户,从购买前到购买后,都获得,全面的帮助,广告发力,获得更多客户UNIS,通过免费渠道,和一部分粉丝建立了联系,然而他们想要获得,更多新的客户,这就要用到, YouTube TrueView广告,UNIS主要通过,YouTube的兴趣定位,定位的是对美发,头发护理,感兴趣的人群,把UNIS的视频,推送到了目标客户面前,精准定位,加,YouTube Creator视频号照力,成倍增加了,品牌营销成果, UNIS投放的,Troview广告截图,展示的造型效果,让人心动,定位到这些客户后,广告的内容,也至关重要,视频集中展示了,UNIS多款产品的功效,通过简单操作,马上让人改头画面,既让客户了解,丰富的假发样式,又能快速了解,佩戴步骤,内容真实而贴近,十分有感染力,UNIS在YouTube上的营销,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, YouTube上的视频观看时长达到了,近300万分钟,约5万小时,累计播放次数,203万次,他们的转化率,也很好,每季度大约有,16万人次,将产品放进购物车,投资回报比,达到了1,5,UNIS从最初的5个人,发展到现有员工,150人的规模,随着订单,越来越多,他们还增开了工厂,UNIS的发展,也为家乡的发展,做出了贡献, 为家乡的年轻人,带来了职业发展的新方向,启发了更多的年轻人,在小城市,用数字营销的方法,将产品卖到世界各地,并不只是梦想